有說回移民的問題 在連登看到一個帖子 這個帖子有意義的留言 可以跟大家看看 是說移民的 移民加拿大還是英國 早前英國沒有變8加1 其實也是5加1 至於加拿大那邊 就是Stream B、Stream A Stream A是讀書 Stream B是直接找工作 就可以留名句了 當然想法就很美好 實際操作上 比較起來 這個帖子也有一些實際的事情 我覺得有些事情都是見面的 可以跟大家一起去研究 有個連登的留言 工作應該只佔移民考慮的一部分 不過很清楚 香港的工作經驗兩邊都抵抗了 即是打折了 即是你在香港工作 你過到兩邊 別人都未必承認你 如果這部分比較不到 不如你加上其他Factors 會不會幫到手 比如天氣物價 如果以後有小朋友 教育也要看 我自己覺得 工作上 你預算是打折的 很多人 過到來都未必 做回自己的行 以我為例 我也很難做回以前的行 譬如我 嘎嘎嘎嘎嘎嘎 你英文好棒嗎 是吧 講英文來聽聽吧 I go to school by bus 年紀都是這樣 我就是by bus 這樣 那就是by bus by bus so you by bus 所以 已經是 言語 當時董建華 已經下了 一個復筆給大家 就是 注定大家 是 黏住大灣區 這樣 言語 會令到你 有discount 這個是肯定的 所以 新加坡 他們說了英文 我覺得 新加坡人來到英國 競爭力都很大 好了 來到這裏 有些人就開始 從這個帖子開始說 開始覺得 對呀 其實英國不是那麼好 做的 還來做什麼呢 這樣 香港是不是很好做呢 你做警察 做警察 很好做 做警察 三脾氣 學力又不用 戴眼鏡又可以做 很好做 又做到警察宿舍 對不對 很多時候是一個 除了考慮工作 錢 還要考慮一個 良知 舒不舒服的感覺 其實 你在那個地方 你感覺到 舒不舒服 你習慣不習慣 那些新聞 是這麼古靈精怪 李家超 是威是勢 大搖大擺 那種感覺 你能夠忍受到 你能夠忍受到 在一個 很奇怪的政治格局裡面 生存的 都可以的 他就說 他就跟這個樓主說 認真 你適合香港 多些 從頭到尾 你只考慮事業發展 而完全忽略其他因素 很老實 大多人向外走之後 工作不移 慾望 以及職場 天花板問題都存在 天花板 就是 卡頂 卡頂 很難升職 除工作以外 總會有理由 令人留下 而你的情況 勉強去到外面 只會就這樣 就那樣 一年都未必能捱到 事實上 有香港人是會回流的 回流的數字 不知道 加拿大那邊 有一個真正的統計 因為加拿大那邊 引入很多 小國的新移民 總數來的 大約三成人數 三成會回流 十個有三個會走 香港人 我覺得都差不多 他們不會告訴你 我們計不到幾多個回流 我覺得差不多三個 我們怎樣防止 我們自己 你都希望移過來 都是安居樂業 不會回去 但很不幸地 你也受不了 你也會回去 為什麼不日宙夜宙呢 我坦白說 我來到英國 我會接受那種不完美 因為我始終 我也是一個 不是小朋友 聖年人 首先 英國是實現了我一個 我自己很想做的一個願望 自己儲到一塊錢 但真的不夠在香港買樓 那怎麼辦 這裏的政制又好很多 政治又好很多 又可以滑入你 對於我來說是滿足的 你要找一個項目給自己 很強勁地留在這裏 譬如你說日宙夜宙那些 我覺得你在英國 你沒有 都是一個不完美的城市 這個世界是不會完美的 這個三圍世界是不會完美的 你怎麼不日宙夜宙呢 就是你要倒轉欣賞那些好東西 是吧 其實很多時候你來 是一個政治因素 是不是 不是因為 或者你注動因素 注動因素 都是很大的推動力 如果你政治注動也沒有問題 那你過來做什麼 那你過來做什麼 你過來做什麼 你說未來的事情 沒有人知道 你現在這一刻 你都不舒服 你怎麼想未來呢 所以你說有沒有人 日宙夜宙都會有 我媽媽也是 都很展形 一來到日宙夜宙 真的日宙夜宙 又說這些東西不好吃 有很多 床又不舒服 ABCD 我真的不知道怎麼照顧他 很難服侍 那我就沒有所謂了 我自己就 挺適合一些 隨便的 叫做隨便主義的人 其實英國是 隨隨便吧 有些隨便的感覺 這裡也不錯 挺舒服 還有有些 你喜歡言論的 言論自由的 這裡也是不錯的 想清楚你要什麼 你享受香港很方便的生活 幾十元已經可以解決一頓飯 有空就去高級餐廳 吃飯、酒店、Staycation 什麼都可以吃 隔一段時間就有錢旅行 沒有女朋友 不打算結婚 不會生下一代 重視自己career path 想到了某個稅數 就有收入 雖然香港政府不斷 莫視民意 但如果你已經滿足自己的生活 建議留在香港 真的很不喜歡香港的 有女朋友的 有共識的 想移的 而且有打算結婚生仔的 但又如果沒有你一半 不過接受到一個人 按鈎鈎生活到的 或者你又很outgoing 很喜歡周圍認識朋友 去了都不會怕孤獨 接受到人工大跌 找不到之前相關的工作機會 要捱一段時間才可能有機會出頭 可以試一下 加拿大已經很多人落地生活 一陣子都不斷思考著去留的問題 你可以自己滾去realtoy放腐居 人是會不斷地掙扎的 走遠不走 坦白說我一句說完 我沒有想過走 我... 我... 我是... 很害怕 我到現在這一刻 都在英國很害怕 哈哈哈哈 無事做都很害怕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不知道為什麼 會保持到這種害怕的感覺 是不是 和英國有共鳴呢 為什麼我會這麼害怕呢 首先 我落地 我住在萬城 我算是說了一點點 我已經見識到了萬城那種 一些生活的形態 譬如露宿 我經常去露宿 去看鬼女生跳舞 其實真的已經感覺到 那些能力已經通過了 但是很多香港人都不去這些地方 那你跟他們好像沒關係 那我經歷過之後 當然現在我們去不回夜場 老年那麽遠 回家睡覺過 但我這種回憶是有的 還有一種經歷 隔不久我都會去酒吧喝喝東西 其實我覺得 我不知道為什麼 我挺喜歡他的酒吧文化 酒吧文化 以前在香港也有蘭桂坊 但很貴的 蘭桂坊也很貴 洞漸一舊水 我們也不用的 有時候有些拉斑 你進去就可以了 錢也不用給 聽一首歌 聽半個小時就可以站著聽門 買一瓶酒 半批酒 兩三磅 聽一整晚的歌 你看你懂不懂 在英國生存心 如果你懂不懂玩 其實也挺舒服的 他們的音樂天分也很強 聽一下歌 靜思一下人生 一種享受 英文 所以我就 不知道為什麼 我覺得 我很欣賞英國的東西 還有他們的民主制度 對嗎 葛南文的制度 全世界都會跟他們 始祖來的 你想想 已經有個榮耀感 所以我沒有像 那些人般搖擺 基本上 不過這裡 因為我落到地 頭那一年 就解決了住育問題 所以 一身輕的 輕了很多 因為 如果我還在交租 我覺得 我不知道 加上 如果我沒有政治因素 我可能會很搖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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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簡直沒得回 你見到香港的風聲 這麼緊張 連我們這些都開始 給國安查 你都知道 已經瘋了 所以 所以我完全 都沒有想過 回香港 而且 我覺得這裡真的很舒服 這裡還有一個留言 不是很明白你想要移民 還是想發展career 因為你要說你的career concern 家庭成員 經濟 喜好 食物 旅行地方 興趣 你都沒有提及 這些才是移民最大的 concern 如果你想發展career 英國加拿大 都不是你的首選 一定會比香港更加煤 不過 如果你想在外國休閒生活 順便運回25k左右 而且金芯一直不會上位 很多人 直到退休都賺40k以下 英國和加拿大 沒有太大的分別 這裡都說了少少問題 兒子都賺錢不多 認真的應該不是多 他賺錢多 你就會cap 交稅 交到重稅 但是他兩雞左右 稅又不會收得那麼厲害 但兩雞打上 三雞就開始收得厲害 這裏都說了 所以你預算 可能人到40k 你都賺錢 不是太多 倒轉 你也不需要那麼多錢去買樓 享受到生活質素 你用一個很少的金錢 相對於香港來說很少 五分一的金錢 你已經住在香港五倍的尺寸 三四倍的尺寸 整個玩法是不同的 你的慾望指數 那些東西都是不同的 你會把錢的慾望降低了 你會focus在其他東西的 其實是 不要這麼說錢 如果你說career 錢 那香港 一定是香港 如果你賺夠的話 我覺得可以的 你覺得 在這裏都可以被動收入 當然在這裏 那些網民說 去吧 反正兩三萬人工 香港也做不到什麼 沒有好彩 買到樓都工一輩子 去到找到工作都生活到 最緊要肯熬幾年 有些我覺得比較冒實一點的留言 那就是 你在香港 我當你找兩三雞好不好 交稅又交很少 那你買了什麼 又是買不到樓 樓價也很高 不過未來幾年 它會跌回 可能會買到的 香港是 那你在這裏 簡簡單單 你都可以生活到 整個生活形態不同了 那當然 這裏都 那個羽毛系統不同了 那 所以 是會翻天覆地的 你的生活形態 那裏就說 過內人分享一下 都是大概三十頭 現在移到美國 個人覺得男人這個年齡 沒有小朋友的話 事業是最重要的 看你那一行 哪裏發展環境好 什麼天氣 餐廳福利 都是其次 叫你死死氣做 打斬 做五年一定吊出聲 很快回流 這個 最後這句話 有多有趣 他還要說 追求女生 追求鬼妹的話 歐洲比加拿大好 追求亞洲女生的話 加拿大好過歐洲 加拿大很多 華人 首先 如果做五年打閘 我有想過 我在這裏可能隨時都要打五年打閘 其實是 那我就不會回流 打閘也不會回流 打死也不會回流 做家庭也不會回流 做家庭也不會回流 睡街拿個睡袋也不會回流 就是 沒有啦 當你 你是喜歡這個大地 你就會喜歡的 我喜歡這裡的天空 夠矮 好像可以碰到的天空 香港的天空很高 好像一個監倉一樣 我不喜歡 但是你說 做五年打閘 我覺得我是有這個可能性 我頭那年 現在你頭那年買到樓 然後這一年 找工作做 已經是很多煎藤 很多煎熬 很多不順利的情況 都注定一定是 那條路是打閘的 我可以誤會 然後未來 如果我繼續做 都是打閘的 但是在這裡打閘 我覺得我節省一下 都可以做到 做到夠錢 做到夠錢就準備退休 可能 做一些定息也好 買一些 我又比較不太想買股票 不過可能也要研究一下 一些簡單的 一些 穩健的股票 想一下 就收入再想 會想一下自己 是不是打閘 做幾年 真的未必很熟 因為我做過兩個小時 那種打閘的感覺 真的差一點點 就是 去那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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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又不是很兇 不過就是 要點你 點你去A 點你去B 點你去C 你都幾十歲人 難免 遵嚴 遵嚴又少了一半 知道嗎 這樣 會有這樣的感覺 所以我也明白 如果你打閘 我不知道 有些人 如果他習慣 但是 這樣說 難道你香港不是打閘 是不是 香港 一定勝利職嗎 是不是 你的仕頭一定很好的 是不是 我在香港 很早期 都是做 不斷打閘 不斷打閘 我仕頭真的不一般 不斷打閘 做一些正常的事情 是不斷打閘 直到做YouTuber 反而收入不穩定 反而是 有驚喜 偶爾會有驚喜 做YouTuber 這裡 網友的留言 就是這樣的 英國BNO 五階 那五年 是完全可以不用工作的 你在一個小城市 或者一個便宜租的 連續居住 五年 就有ILR的永居 加拿大 是用Open Work Permit OWP走Stream B 要工作1560小時 才會有Permanent Residency PR 永居 以小弟的觀察 樓主的情況 樓主去到加拿大 會很難找到工作 我看YouTuber 很多人 本來是OWP 打算走Stream B 但去到找不到工作 之後 讀College 轉後 轉走Stream A 不過說到尾 如果樓主上戲 還是留在香港戲 更好 這個我覺得挺完實 因為你 喂 是不是加拿大 一定找到工作 我到哪裏 衝過去了 你看到我 我自己 在英國都 蠻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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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蠻 才有第一個訓練習 都未必是聘請 我不知道其他地方 我們萬成都是 我訓練的時候 還有另一個香港人 是嗎 接下來 他無限這麼多香港人 跟你爭工 競爭 當然我也很鼓勵香港人一起做工作 但是你事實上 你會面對一件事 就是 工就這麼多 你人也太多 最終會怎樣 一定是有些人會失業 所以那個是不是你 所以為什麼他會有些人會轉 轉走Stream A 就是讀書 只讀書就拿永具 但是讀幾年 Stream B 你要肯定 那兩三年一定要有工作 這裡有個留言 加拿大講了 未來移民政策 每年要放50萬人 長期目標是人口增長至1億 上年的數據好像放了100萬人左右 不過官方有數字 加拿大移民人口有30% 會回流回到自己的國家 加拿大有三成 英國也應該是三成 兩成 可以約莫知道的感覺 我也知道移民是會令到一個人很掙扎 即是 移不移過來 就算移到過來之後 生活中間都會很具掙扎 是不是 那我就過內人 搬過過內人 差不多兩年了 我就覺得 我不知道 真的很難告訴大家 每個人的感受不同 每個人來到解決的問題都是不同 我中間一句就是 有難度 有難度 而英國是有難度的 但是你會覺得 你最終 我不知道有個信念 是最終你會解決到 在英國 你在香港 你會覺得 有難度 香港也有難度 但最終你是解決不到 你是沒有解決 英國你覺得有解決 有一個信念 有一個希望 有一個希望 希望之光 在這裏 說到這裏 多謝收看 拜拜